有一個人叫Gary Oates G-A-R-Y 然後O-A-T-E-S 那個國家參加聚會 參加敬拜 敬拜時收到神的訊息 敬拜時收到神跟他說 你脫下你的鞋子 因為你現在站在聖地 這句話是神跟摩西說的 神當時跟他說 你脫下你的鞋子 因為你站在聖地 他當時不知為何 不過他照做 他脫下的鞋子 繼續敬拜 然後他的靈魂開始飛上天 飛上天他怕 一怕就跌下來 他又升上去 然後穿過他的帳篷 因為他們聚會在帳篷 飛上去 一路飛上去 望到帳篷 然後後來見到天使 神啟示他不同的東西 他寫了一本書 然後他回來了 他就聚會了 在聚會見到天使 他見到天使 他見到天使走到那個人後面 他就告訴那個負責人 天使走到那邊 那那個負責人 又信得過他 知道他是可信的 他就說那邊神要做功 然後那些人就得醫治 他就知道神在哪裡做功 這個因此 真的有幫助 有些人他本身 就是我聽過有些 譬如印度教 或者非洲有些 蒙術的人 信了耶穌 他們就開始 見到神的意象 如果他處理生命 他不處理生命 他就會混亂 如果他處理生命 走在神的路 又跟從聖經 即他的信仰是跟上聖經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走在神的路 他就會收到更多的信息 譬如有一位 騙人的神名叫撒督孫大索 就是印度的一個經歷聖陵的人 他有一本書 他一陣子 Ils上天上天上天上看到很多東西 我說我知道一個完全道 我也是 他機 Christ 還領受很多好好的東西 是很有鼓勵性的 也領受了一些仕鳳的信息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禮物來的 雖然他見邪惹這時候 他覺得它不好 但当他见到耶稣的异象和方向就知道是好 因为那样东西是会帮他的侍奉的 所以我们 我不是说见到邪灵那些应该是感恩 有些人见到邪灵代表他以后将来信耶稣会见到天使 不是代表的 不过总之他见到是好的 其实圣经也有些人物 比如以利沙 他有很多敌人围着他 他就开了他人的眼 他说你看看 那些保护我们的更多的是敌人 那些多少火车 那些不是我们那些火车 是有火的车 还有火马多少 那些士兵多少 这个就是开熟的眼睛 保罗也说到他如何见到 事者和耶稣和他说 这个地方你要留在那里 神会将这些人赐给他的 所以看到这些异象 圣经也有提到 看异象是礼物来的 是应该我们感谢神的 那我希望你用一个正面的心态去看 主要是你处理生命 你就会收得益 所以这个你都跟我沟通 你看到些什么你可以写下的 写下就会帮助你 写下也有 一种是鼓励性 什么鼓励性呢 耶稣爱你 我那时聚会也有个人 他经常都见到的 他见到耶稣含静默默地看着他 见到耶稣送花给他 这些是鼓励性的 不是指示性的 这些是好的 对于个人是好的 但是呢 当你越多收这些 和越感激神 你就开始进入指示性了 指示性的 指示你怎么做 做些什么 有些什么你要避开 或者你不会做些什么 这个是指示性的 这个将来带来更大的祝福 指示性的 我们应该一定写下 如果是鼓励性的 比如说有些说到天堂的领域 我们都应该 有一部指示性 因为它指示天堂的领域 这个是珍惜的 应该珍惜的 这个 在神的家里面 有仕途有先知 先知就会领受到神的信息 我自己都亲身经历过 有些先知真的走过来 他不认识我 立刻跟我说话 他三不认识跟我说话 真是很准确的 但是我见过假先知 我又见过真的先知 有些不准的先知 所以这个是 我们珍惜神给他 而进入圣灵 就是这样的 一群人 不同恩赐都会有人有的 这个就是 神会分配给不同的人 我们有什么恩赐 我们就感谢神 有那样恩赐 感谢神